俄乌战争会给我们带来什么 我告诉大家 第一条 所有你生活的必需品 是你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什么 粮食 你吃的东西 水 必须的生产材料 就是生活必需品 就是最原始的必需品 绝对是俄乌战争 告诉你一个乌克兰粮食大国 俄罗斯是粮食大国 今天他已经开始储备粮食了 这为什么共产党 现在大量的要大家少吃 别浪费 而且要控制粮食 而且要做好粮食灾难到来的时候 接下来是什么 有粮食有水有什么 医疗 有点病有点头疼发生 你得看病啊 没有医生你得吃药啊 生活必需品 接下来是什么 老年人 是这个战争时期 老年人是这个国家最不喜欢的 所以我跟那个日本朋友说 我说你说当时日本死人 死最多是什么人吗 当时男人 我说不对是老年人 那个时候老年人 很多在股场饿死病死 老年人死亡率是日本有史最高的 这就是共产党今天要你打疫苗啊 老年人打了给你钱 你敢就死 别浪费我的资源 老人院的人还没死呢 就包到火道上去了 我要在几年前说你们相信吗 你们觉得我放屁 七个第一个告诉全人类 我说看看武汉哪地方最火 只死了六个人 在火葬场24小时 把炉子都烧化了 炉子不够用了 在全国用来了气化炉 你就能只死了三百个人 你信不武汉当时 现在有人爆出来了 当时的武汉把很多老年人 所谓染上病毒 打包直接过去了 你七哥没有说过 当武汉在火葬场的战友 告诉我说七哥 那个战友现在已经很抱歉 已经迷失了 我怀疑他是被共产党做掉了 他当时给我发了视频 我相当怀疑当时视频 我说是真是假 他七哥你知道吗 活人都拿来给火葬了 这一句话把我吓了 我不敢用他视频了 我说你告诉我 说火葬场24小时烧人 这已经很吓人了 我再通过技术上看 确实武汉黄石 作为了火葬场 生意好的一塌糊涂 你再说 我烧活人 我就不敢相信了 但是现在事实证明 老年人就是活着 就可以烧了 这个现在视频已经出来了 就共产党是有组织性的 毁掉老年人和残疾人